大家好,歡迎來到國王車訊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HONDA HRV 這台車為什麼會紅 而且有多紅呢 它在最近賣一個CRV 沒錯,銷售量超越了老大哥 為什麼會這麼紅呢 這車不是很多人不看好嗎 很多人說這個1.5的自然機器引擎 怎麼可以賣跟別人1.8的修理車一樣貴呢 這樣子聽起來不合理 它跟賣像Kiss那個等級 不過話說回來 它的空間 真的很大 有多大呢 就跟CRV一樣大 所以它是比 Kiss還要大的車 然後呢,也比其他的競爭對手 都還要來得大 所以說外觀質碼也比較大 可是它的車內的空間應用真的很好 而且機能很強 比如說機能性是其他同級車無法比的 它的空間的一樣 也沒有辦法比 它唯一的罩門就只有 它的行李箱空間其實並沒有很大 他說它就是把 車內 的空間拓展 然後把行李箱稍微壓縮一下 做一個 所謂的伸縮調整 然後讓它達到一個大車格局 可是外觀呢,它還是很小 很適合都會行駛 尤其你在 穿梭小巷 在停車的時候 或是 女性車主 很重要 女性車主 開到這種 你覺得可能有點龐大的 HRV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很輕鬆 開這車 就是 很容易上手 不會有一種 開大車的 一種 緊張的這種感覺 並不會 所以這樣的一個車呢 其實很 切合 許多家庭的需求 然後加上它價位 其實又比HRV便宜一點 然後該有的配備 都有 包括主動安全配備 也都達到這個 Label 2的等級 所以 還是很多消費者 在觀望這台車 所以它賣的好 絕對不是很難 再來再講一個很重要的 很多人覺得 這個 地體式的 這個顏色 地體式的 水箱燒 很多人不能接受 為什麼 如果你選擇白色車的話 它看起來像什麼 圓器機 哇這樣 感覺很差 一台電器 就很像 跟廚師機啊 這種加電影響在一起 這樣子 人家覺得質感很差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選擇 所謂的高階版本的HRV 很重要一點 盡量避開白色 如果你選擇一台 藍色的HRV 說真的 就算是 車身同色水箱罩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不幸呢 你走一趟展示間 去比較一下 它絕對可以讓你覺得 這個質感 真的有出來 好的 以上就是為各位帶來的 HRV的主題 歡迎各位讀者 按讚以及分享 謝謝各位